大家好 我是郝廣猜 今天11月3日 世纪今日谈什么故事 要讲狄德罗的故事 狄德罗是谁 啊 这个人重要啦 我们现在讲知识就是力量 是法兰西斯培根讲的 但是呢 这个知识怎么来的 狄德罗其实是建立了人类知识 这件事最重要的 什么意思呢 他写出了真正的百科犬书 我们现在知道百科犬书这个概念 其实最早英国有人编了一个百科 可是呢 怎样 编得很散 效果不好 而且很薄 是狄德罗把百科变成真正的百科犬书 就是从他开始以后 他才建立了我们对知识的想象 可是他有这么大贡献 同时间呢 怎么样 他活着的时候就有多么大的苦难 什么意思呢 因为呢 你当时要建立一个知识 有什么问题呢 你就要先冲撞宗教的权威 就是有知识你就要想啊 这个事情不是神创造的 事情不是神安排的 事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他有本身的逻辑跟知识 这个时候你就会排除宗教的原因跟因素 对吧 就是树为什么这样长 不是上帝叫他这样长 对不对 这个地球跟太阳 怎么这样转 不是上帝叫他这样转 好了 这时候冲击到宗教权威 所以他就遭到严厉的迫害 今天1月3号要讲的是人类一个伟大的故事 我们在台湾呢 很多人不知道迪德罗是谁 不知道他的一生多么起伏 还有多么波折 而且他建立了多么伟大动人的事业 1月3号我们就是要讲迪德罗 就是他居然是从写色情小说开始 结果因为上面人不准他写色情小说 结果他不准写故事 转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 创造了人类最重要的文明